Hello everyone 那么今天呢 要跟大家开箱一款 也是非常的超值的手机 可能大家看到盒子呢 会有一点惊讶 就是这个手机 跟我之前买的手机蛮像的 那是哪一款呢 就是这个 Sansom Galaxy A700 那我最近非常喜欢 他们A系列的新手机 那A系列就是 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 然后黑科技加入也蛮多的 然后下方一些旗舰的功能 再来就是它的萤幕呢 都是采用比较大的 一个全萤幕的设计 那为什么我要从A30 换成A70呢 因为A30它的降价有点低了 它越来越没有它的残值 那我就称A30 因为A30其实它的 效能啊速度上啊 都还算蛮够用的 但是在玩游戏啊 或是有一些处理上 它是比较慢一点的 像拍照也是比较 没有那么的 所以我就想要换这个比较大的 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种新的一个比例的萤幕 非常的长 也非常的大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介绍规格 那我就跟大家开箱这个 Sansom Galaxy A70 好首先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盒装的A70的纸盒 这序号的部分就不给大家看了 那这边有一个Sansom Galaxy A70 那我们把纸盒打开 它跟A30的纸盒 这开法不太一样 就比较硬反的 这个地方就不要给大家看了 附卡的部分 它盒装配件呢 这边有耳机 那这个是信卡针 那它的充电线呢 在这里 我已经把它拆开来 先使用的 这个是它的附的一个充电线 那它的充电线 比较特别一点 充电线是附一个 Type-C 转Type-C的 充电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现在转Type-C的支援还蛮少的 那这个头呢 也是定制的 它这个是可以支援25W的闪电快充 那这是新科技 跟之前A30的15W不太一样 快速的充电部分 然后呢 我为了就是让它可以用行动电源充电 所以我就有再去买一个小米的 比较长一点的这个USB的充电线 那转接头 因为之前也有买三星的手机 有附这个 它的一个Type-C的转接头 就可以让它A70用行动电源充 因为现在行动电源还没支援 Type-C的接口 所以就暂时用这样子充 在盒子这里呢 有一个说明书 这边就不再打开跟大家看了 里面有附一个清水套 透明的 碎胶的一个TPU的一个材质 它的做工是算蛮好的 但是对 有一点就是非常的奇怪 就是三星的对应的孔 有的时候会不太对称 对 它的安装的上面会有点 不是那么的完整 对应到机器的话 那我们先把这个盒装配件全部先收起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主角A70机器 在看A70的机器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盒装背面的规格 U极限的全萤幕是Infinity U的一个萤幕 它是有点像 随机的萤幕 它是6.7寸的 然后是20比9的一个比率 就是跟电影的比率有点像 然后它没有比 终于的SVR1比例在一场 因为SVR1到21.9 就更高的一个比 它的屏占比有到93% 它有萤幕的指纹辨识 速度上是算还可以的 然后它有25W闪电快充 4G LTE也是支援三系列的 18个新的处理器 它使用高通的675 PHD的Super AMOLED的萤幕 那这个萤幕呢 也是1080P的 再来它有后置三镜头 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前镜头也有3200万画素 它的内置的记忆体比我的A30还要更多 在128G 那它的那个 它的RAM呢有6G 所以速度上是效能还是算蛮流畅的 而且是相当的够用 而且性能上也不会输A30太多 机器在这里 那个手机套 我们等一下再来装开机 好我已经开机了 开机呢 就是跟A30的系统一样的 都是1UI的 然后它的操作界面也是非常的流畅的 就非常的熟悉的一个三星的界面 你看它上面是有一个3200万的画素 自拍也是非常的有美肌啊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示范一下 再来后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侧边这里好了 这里是SIM卡的位置 那可以双卡双带 也可以装记忆卡 记忆卡最高可以装512G的 那再来就是下面这边呢 它采用的 下面呢 这里是它的三扬声器 然后麦克风 这边呢Type-C的充电孔 这边还有保留3.5M的耳机孔 那整体上是非常的鲜薄的 这里呢电源键 然后这里是音量键 然后后面呢 那它是所谓的一个幻彩白 那就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光泽 然后它闪烁的会有一点像是镜面的效果 后置三镜头 上面呢 这个是500万的影声镜头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3200万画素的主镜头 最下面呢 是800万广角镜 然后这边呢 三色温的補光灯 最引以为傲的一个解锁方式 是指纹解锁 那我们就指纹解锁看看 因为我有更新了 所以它指纹解锁速度会提升 因为它有改善一些指纹辨识的速度啊 以及它的安全的更新 因为比例蛮长的 所以它的视觉上会比较夹长一点 然后它的边框的一个窄度是蛮窄 老实说A30的下巴其实没有到特别的窄 它的脸部解锁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侦测是不符合 那我再试一次 对 它侦测到我的脸之后就进去了 速度实际是蛮快的 因为现在我在拍摄的角度 所以会有点限制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播放影片的全萤幕的效果 它在20比9的震撼下 显示是非常爽快的 因为它的萤幕比例非常的长 那我们播放这个Briepink的影片 其实它的全萤幕是播放了之后呢 变这样 它的扬声器是在这里 它的那个饱满效果呢 跟A30一致 加入了肚皮全景声 但是有的是要插耳机才可以听到肚皮音效 但是它的外方的单扬声器也是算是还不错的 看到设定的部分 那设定呢 其实功能上都跟A30相同 不够多了一些手势的功能 进阶功能这里 有一个动作与手势 滑动就可以截图啊 或者是智慧休眠 或者是拿起手机就可以唤醒 像iPhone的这样子 抬起唤醒的功能 对 这边它就是可以优化游戏的一些效能 因为高通也不是没有缺点 因为高通它的散热效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A70还是时常会有点接近高温的状态 看相机的部分 它的最大一个卖点三镜头 它这边有AI的辨识 这个蓝色圈圈这里 那AI辨识呢 它可以支援到20种的场景辨识 那这边呢 它也有支援了旗舰机的123度的广角 这边呢就可以自由的切换 标准的广角 这边广角 再来这是标准 相机呢 也有提供一个景深预览 它就是可以制作景深效果 因为它有一颗镜头是景深的相机 像Bixby的部分呢 它也可以做一个辨识 就是说在外面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啊 它可以做翻译 或是寻找 所谓这个物体是有哪些像上网相关的东西 可以自己调整 像是专业模式前景 也有及时录影慢动作 那慢动作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打开慢动作的这个 有没有看到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慢 切换到它的前镜头 它的前镜头呢 因为现在在我正在拍摄影片 前镜头也有所谓的美夫的功能 前镜头也有广角 也有非常广的一个广角 所以拍自拍要容纳很多人 或是拍团体照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上面呢 那这里有一个AR帖图 帖图我们按下去 可以制作AR的虚拟人偶 这边 这是三星的一个他们独家的功能特色 内建了虚拟的人偶 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来拍摄出前镜头 也可以拍摄1080G 我安装保护壳 它的保护壳是这样的 保护壳的密合度 我还需要再做一个加强 好 以上就是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 三星的Galaxy A70中高阶的一款手机 这款手机的游戏效能呢 那些我就不测试了 因为网络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那跑分的数据呢 我测试上是在安兔兔跑的话 我有跑到16万分 也是算蛮一个效能上算不错的 而且也是蛮够用的 虽然没有堪比到旗舰机 一般日常使用是算蛮够的 最近有降价了 那浮到万元呢 或是扎背专案 只要到9000多块 就可以享有这么超值 而且荧幕比例也非常的长的一个手机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去上去三星的官网去看看 如果你去购买他们的A系列的话 可能会送一些特别的一些周边 像蓝牙的自拍的握把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右下方按一个订阅 开启铃铛 再可以收到更多新通知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